1832年的万圣节,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登上了小猎犬号,他惊叹于蜘蛛飘翔过海后落在船上,他在日记中写道,究竟是什么令人费解的原因,又使这些小昆虫出现在两个半球,进行它们的空中旅行。 小型蜘蛛通过将屁股对转天空并释放肆转去产生生力来实现飞行,当达尔文注意到猪丝架似乎是通过静电的力量相互排斥时,他认为这可能和电有关,但许多科学家认为猪形钢动物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成气球蜘蛛,只是像滑翔伞一样在风中航行。 然而,风力期间无法解释,蜘蛛迅速飞向空中的现象,即使是在风力较低的时候,根据周辞发表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,现在,这些空中旅行已经凭经验确定,主要是由电力驱动的,在布里斯托大学的感官生物物理学家Erica Molly的带领下,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, 即究竟是风能还是静电,导致蜘蛛气球运动的原因。 Erica Molly说,分散是生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气球膨胀是一种传播方式,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,以及它背后的机制,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蜘蛛和其他气球动物的传播模式。 在过去的十年中,对蜘蛛飞行的风力解释,但随着对蜘蛛飞行的观察,人们已经产生了疑问,当风力不足以将它们提升到几英尺时,更不用说数千英里了,这些动物也能到达高海白,有时比地球表面高出5公里3英里。 减抗热空气流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。 2013年,夏威夷大学的物理学家,彼得克·汉姆·皮特·Goram计算出,理论上蜘蛛可以利用它们的蛛丝进行静电飞行。 但Molly的团队是第一个在实验室中证实这一点的人。 Molly和他的团队将Limefit蜘蛛放置在实验室控制的电场中。 其电荷与地球搭起相似,因此该小组可以直接观察电力,对蜘蛛飞行的影响。 它们的实验表明,当电场接通时,蛛丝气球膨胀显着增加。 一旦蜘蛛在空中利用蛛丝气球飞行,打开和关闭电场,可以使它们向上或向下移动。 风在蜘蛛航行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。 但是新的研究表明,即使在平静的天气里,快速发射也可以通过导电蜘蛛丝来解释。 Molly希望通过研究其他气球昆虫、熟毛虫和蜘蛛马来扩展这一发现。 它可以为这些微小的飞行者的不可思议的旅程和全球分布提供线索。 Wine也在蜘蛛航行中发挥作用。 但新论文确定,即使在平静的天气中,快速发射也可以通过导电蜘蛛丝来解释。 Molly希望通过研究其他气球昆虫、熟毛毛虫和蜘蛛马来扩大这一发现。 在达尔文注意到蜘蛛丝之间的奇怪的势力之后,大约两个世纪后,他的预感被证明是正确的。 http www.wekabot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。